行经泰山文城广场附近可以看到百合花正在盛开的景象 其实这些美丽的植栽都是由艺人里长徐火炎号召志工朋友 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展现 泰山区长林庆峰也欢迎民众前来赏花 同时还不忘提醒要有功德心 千万不要任意将花朵给摘下来 破坏了美好的自然环境 为了绿美化泰山文城广场周遭环境 艺人里长徐火炎十年前 自花莲岳父家中拔了100颗百合花回来栽种 到了花期却只剩下一半 原来都被赏花的民众顺手摘走 这些年来里长与里内志工每年不断的富裕 现在已经成果丰硕 十年前大概是拔了100颗过来栽种 但是在开花的时候变成五六十颗 就是被人家栽走了 我们一直在富裕每年一直在富裕 现在把它扩到大有这种美景 真的是要靠很多志工 尤其今年都没有下雨 他们都要来这边浇花浇水 文城广场靠明之路人行道旁路过的民众 都能够欣赏到一朵朵盛开的百合花 泰山区长林庆丰也特别到场观赏 并感谢里长及志工伙伴们的辛苦 使文城广场在百合花的盛开下景色变得更加优美 现场栽植很多的一个百合花 那都是我们志工伙伴以及我们火源里长 大家亲手栽植以及修整 以及自常的一个灌溉 那在此也要来做个呼吁 如果所有的民众经过文城广场的时候 我们尽量来赏花 不要来攀折 我们一起来保有一个这么美好的环境 今年文城广场 这边真的是开得很漂亮 那么又很多人都来这边欣赏 那这种百合花在夜间 它会散发 这个百合的香气 所以说白天夜间都可以欣赏 那么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民众来这边赏花 百合花到了夜间还会散发淡淡的香气 里长表示 不论白天或晚上都适合赏花 预计还有一周的花旗 想要欣赏美丽的百合花 可要把握最后时机 区长及里长欢迎民众前来赏花 但也再三强调赏花不栽花 记者胡雨萱泰山采访报导